人力資源部長納豆斯里沙拉瓦南早前宣布 在下個月啟動行動大藍圖 解決國內企業強迫勞動的問題 但卻被檳城第二副首長拉馬沙米狠批 反應太慢了 非得等到問題鬧上國際才肯採取行動 拉馬沙米也言語部長功課沒做足 把常態當作反常 根本沒有深入瞭解國內剝削勞工實際情況 因此他促請政府重視問題 善用勞工法以及監管機構資源 取締無良企業保障勞工權益 我國手套巨頭頂級手套以及速博馬 近年捲入強迫勞動爭議 遭到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禁止入口產品 人力資源部長納豆斯里沙拉瓦南 嚴正看待相關指控 前天宣布會在下個月啟動 強迫勞動行動大藍圖 解決國內營繞多時的強迫勞役問題 儘管如此 冰城第二副首長拉馬沙米 今天就透過臉書專頁發文 主意點出人資部長在這一起風波上的不足之處 拉馬沙米首先批評沙拉瓦南 身為人資部長沒有做足功課 天真以為首套廠的強迫勞動現象 非常罕見反常 但他認為剝削員工的問題在我國根深蒂固 幾乎各行各業有跡可循 但很遺憾的 人資部長卻後知後覺 非得要在外在環境介入提醒 才意識到剝削勞工問題並入膏肓 拉馬沙米也諷刺的說 遭受剝削的首套廠員工是幸運的 至少他們的窘境有機會被人發現 再藉由其他購買首套的國家抗議 協助改善勞動條件 至於那些默默無聞 為其他本地產品工廠工作的勞工 又該何去何從 拉馬沙米透露 我國目前在強迫勞動的問題上 已經具備一套相當完整的法律 以及執法體系 但他質疑 為何還是有許多無良雇主 可以繞過勞工法 肆意壓榨員工 卻又絲毫不受對付 是當局不願意採取行動 又或者是企業勢力過於龐大 讓政府束手無策 更何況 我國作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成員國的一份子 目前種種的不良記錄 不僅立場矛盾 而且更像是對外展示 員工人權 活生生遭受剝削的慘痛例子 因此他促請部長 停止以各種須有其表的承諾 忽悠勞動階層 該以取締違法的大小企業 智力改善勞工階層 扶持等等舉措 才能真正地解決 強迫勞役的問題 而這一切的前提 是當局必須擁有改革的政治意願 按摩